在金融市選委會主委林勇發主持下 第十九屆金融市長浩次抽籤順利完成 候選人抽完號碼紛紛喊出吉祥話 為自己加油打氣 其中市長部分五位候選人中 五黨籍的曾國民沒有出席 由主委代抽 市議員方面包含平地原住民在內共八個選區 有56位候選人完成號次抽籤 預計11月15號正式公告候選人名單 今天是我們第十九屆市長跟二十屆市議員的抽籤 抽籤第一輪的市長抽籤已經結束 一切順利由五位候選人來參加 其中有一位沒有參加抽籤 市長的候選人的公告 我們會在11月15號公告 活動的期間是11月16 到11月25號 26號為投票日就禁止活動 那這天的抽籤一切順利 第二場的是市議員的一個抽籤的儀式 那相關總共我們八個區 有56位的市議員參選人 那其中有三位是平地原住民的候選人 至於投開票所部分 這一次金融市公規劃有281個投開票所 比上一屆多六處 我們總共投開票所有281個投開票所 我們的工作人員也是將近4600位 那我們希望這次的選舉大家整體的合作 希望能夠有一個圓滿順利的選舉 選舉人數部分 根據市選委會方面初步統計 這一屆市長選舉人數為30萬9672人 區域市議員選舉人數30萬3389人 平地原住民選舉人數60142人 里長選舉人數則為30萬8736人 記者 張錚藤 金融報導 докум大使大使大使wateriel的